大家好,我是胖姐 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今日头条看新闻 看视频已经有一千多天了 但是我却一分钱的收益都没有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过程 包括我也是注册了有17年的时候吧 大概大部分人都是1617年的时候都已经接触这个今日头条了 然后只是在上边看看视频看看新闻什么的 并且不知道人家这些作者是怎么发上去的 以为是人家平台的工作人员发上去的 就有一个这样的阿姨 她前几天看了我这个讲课的视频之后 这个阿姨快80岁了 她前几天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因为我就鼓励这些老年人和宝妈们做自媒体 然后她呢就加了我的那个 然后就问我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阿姨是想拍一些视频的 我说阿姨你这个这一生肯定经历过什么 还有文革还有上山下乡 有很多经历 我说你也拍拍视频给我们讲讲吧 我也特别喜欢看这一块 后来这个阿姨说 她说我那个拍视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我想写一些东西 哎呦我特别佩服她 都这么大年龄的阿姨了 还写东西 因为老年人吧可能眼睛有点花 她一开始也是不太明白怎么写 怎么配图 怎么调整比例这一块 然后她问了我几天 一开始她写了那么一两个 后来我呢就给她进行了一些指导 我说你这个应该配上点图片 什么的应该怎么写 开头怎么写 第三天啊 这个阿姨就写了一个爆款的一个围头条出来了 哎呀我看到以后 我觉得这个阿姨特别有文化 文笔也特别好 这么大年龄了 写的这么好啊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 我说你这个围头条的展现量 当时我看是65万 我说阿姨你这个围头条收益出来了吗 阿姨看了看告诉我 还给我发了个截图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她的那个 哎不清楚 对 她是46块多 46块2 能看清吗 46块2 可能有的人要问了说 胖姐你前两天那个围头条才30块钱 为什么这个阿姨这个40多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 为什么同样的展现量为60多万的 围头条 阿姨的40多 我的呢有一个是30多 有一个才20多 这个收益上差别能这么大呢 最主要的一点是阿姨的这个围头条的评论达到了400多 我的那个围头条 我的那个围头条的评论他100多条 我们下边的那个评论区的评论啊 所以呢区别就在这儿 同样的这个评论多的呢 他的阅读时长就长了 因为我们平时一篇围头条 你像咱们年轻人啊 从头看到尾也用不了半分钟啊 这个叫有效阅读用不了半分钟 但是呢很多人都是在评论区评论 也在观看一些精彩的评论啊 只有这个评论多的话呢 我们这个围头条的有效观看时长 因为你在评论的时候是停留在这个围头条这个页面的 所以呢 大家在评论的时候就等于是给我们增加了有效阅读时长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的这个拍文障碍什么的人们都爱说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评论加转发啊 都爱说这么一句 其实这个评论是对我们的收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还有就是围头条呢 一定要把握住前几行字 围头条呢 写大家有共鸣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看了忍不住想吐槽两句的一些东西啊 一看这件事呢 就觉得自己的身上也发生过 忍不住就想 加入进去参与进来 也就是忍不住想叨叨几句 引起大家的共鸣 如果您写了一个围头条 比如我写好了 发出去之后 有那么几个小时呢 觉得展现量一点不高 哎呀 我辛辛苦苦写的展现量也不高 也没有什么人观看 我觉得都写的挺好的呀 那你就可以进入你自己的后台 找到这个围头条 今天还做出一个修改 这个也是一个增加阅读量的一个小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专业写围头条的这个人员啊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专业写手 咱们叫他专业写手 他们呢 在自己的围头条写好 发出之后呢 他们会自己给自己评论 其实这个呢 我们外行人一看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以为是他没有写完对自己的一个补充呢 其实他这是一个切入点 就是吸引大家来跟他进入讨论这个话题 他最终的目的呢 也是增加自己的一个这个评论量啊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评论 我们大家呢 有很多人又想去反驳 又想去随身复合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小的办法 大家在写微头条的时候 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一点啊 自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作品发出去之后呢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加几个评论啊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他问我说 一直还搞不明白自己有没有注册成功 有没有注册成功呢 我把屏幕切换到手机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看啊 看自己有没有注册成功呢 你就点开这个我的 点开我的之后呢 看上面这个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了呢 点这个我的认证 这儿显身份以校验 这就是你注册成功了啊 身份证身份以校验 这就是注册成功了 你就可以有收益了 这你就是一个 有了这个呢 你说明你就是一个创作人了啊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 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 写微头条的一些小技巧啊 还是那句话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加转发 再见 再见 全部 meetings